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覺得是一個體驗 羅安達這個地方 很多香港人聽都沒有聽過 我想像不到晚上沒有燈的時候 可以怎樣生活 我們喜歡幫助人 我們會提供電力 我想來一個未去過的州 所以就有這樣的嘗試 還有跳出自己本身的舒適圈 調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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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挑战性一定是體力,早上九點半就來到這裡了 做完兩間屋之後,就轉換第二條村 每天就做四間屋 我們去不同的村莊 其實訂的簡陋程度和起出來的樣子都會不同 所以其實每間屋都會有一個各自獨特的線,我們要走去拉 所以其實都很考我們實地考察和去聚經應變的能力 LEDs and switches 我們在分析的項目 可能是因為大家都有共同目標,一起在裝太輪板、裝燈膽 因為我們每一天相處,以時間慢慢累積 大家愈有默契愈開心地做得 1、2、3、射擊 因為它沒有椅子,而沒有槍是不透光的情況,裡面都是很黑的 所以我們剛剛進去的時候,都要拿電筒去照裡面的照明系統 所以這個轉移是去控制大小LED的外面 我們有這個藍色的箱子 這就是基本上的主要 這就是控制大小LEDs and solar panel 學會了怎樣去跟其他人溝通 因為跟村民溝通,你都是有些動機和鴨港的情況下 怎樣去跟他再做好的溝通,或者練自己的耐性 我覺得是這次Trip進步的其他位置 在做這個設計時,我可以幫助家居住在晚上做一些事情 可能是在家裡學習或在家裡做一些事情 在家裡學習或在家裡做一些交通合作 就像在家裡學習或在家裡做的工作 在家裡學習或在家裡做的工作 實際上是在家裡工作的工作 讓我更加強烈的生活 在家裡走出去 在家裡的世界一直都走得那麼快 他們都不是可以控制自己出生在那裡 其实我们有些这样的机会可以帮他们带到一些比较 起码一个文明社会基本的设备 让他们有个自己改变自己生活的机会 当我们有能力和有责任的时候 为他们带来一些帮助的话都是一件很好的事 感谢观看